Hello,大家好,这里是默默潜行的老喜观影 本期推荐一部,被禁四年的国产电影 17岁的单车 20世纪末,北京 17岁的阿贵从乡下来到繁荣的北京城打工 他找了一份骑单车送快递的工作 挣来的钱,阿贵拿二,公司拿八 等他攒够了600块钱 那辆公司借给他的银色自行车就属于他了 从那天起,阿贵就成为了新时代的骆驼巷子 他骑着乡下从未见过的山地自行车 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心中怀抱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脚下蹬得也异常卖力 阿贵平时住在同乡秋生的家里 秋生在这个城市漂泊多年 开了一家小卖部 他第一次看到阿贵的自行车就充满了赞叹 吃饭的时候,秋生总喜欢透过砖缝 看对面住在洋房的女儿 衣着光鲜亮丽,皮肤白里头红 奇怪的是,住这么大房子 一天却没有一个笑脸 秋生说,这就是城里人 隔一会儿就换一套衣服 阿贵问他,认识吗 秋生说,他叫红琴 经常来小卖部打酱油 那个年代,街上的四轮车都是奢侈品 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高 出来大城市 阿贵连如何进旋转门都不知道 但他依旧努力地送着快递 靠着他不断地努力攒钱 每干完一天 他就会在本子上做一个记号 再有三天 他就攒够了600块钱 那辆自行车就真正属于他了 那天,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红琴穿着红色裙子 来到了这里购买酱油 坐在地上的阿贵忍不住偷看 红琴瞥了他一眼 阿贵便慌乱地憋过头去 由于阿贵的工资被误算 秋生告诫他 城里人坏得很 凡事多留个心眼 最好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外地人 这天,木讷的阿贵 来到一家洗澡的地方收件 被前台误作为是来洗澡的顾客 等他洗完澡时 阿贵才说出自己是来收件的 但洗得澡就要交钱 就在争执时 经理看他不是什么有钱人 便放他离开的 由于在里面耗的时间太长 阿贵停在门口的自行车 不翼而飞 他在门口从澡坐到晚 依旧没有等到自行车回来 这时 他才想起还有一份极限为送 当他满头大汗地跑到收件地点时 对方早已关门 阿贵茫然地站在门口 绝望了泪水 差点流过面颊 丢车是小 影响公司幸运是大 阿贵因此被公司开除 他哭着求经理 是不是把车找回来 就可以留下来 经理拗不过他 只好答应 可诺大的北京城 想找一辆自行车 游入大海捞针 阿贵穿梭在大街小巷 寻找着那辆带有记号的自行车 可一连几天 他都一无所获 他不甘心 心里萌生的透意量的想法 结果因为胆小 被主人抓到后送到的派出所 是经理将他保了出来 一天 秋生的小卖部来到一对情侣 面前停放着两辆自行车 他发现 男孩骑的车和阿贵丢的车有些相似 于是告诉了阿贵 男孩名叫小坚 17岁 女孩叫萧萧 两人都是当地的学生 小坚虽然是北京人 却生活在并不富裕的家庭 父亲和别的女人重组到这个家 还带来了一个妹妹 为了给他交学费 一家人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他努力地念书 试图用优异的成绩 来换取同龄人都在玩的山地自行车 父亲总是三番五次地承诺 会在下个月给他买一辆 可这个承诺从没有兑现 有一天 小坚骑回来的一辆山地自行车 为了不让家里人发现 他每次回来都将这辆车藏了起来 有的车 他可以融入同龄人的圈子 甚至还追到了班里的女同学肖骁 对于他来说 这辆车就是面子 就是自尊 大客骁骁从小卖部出来后 来到了公园约会 两人站在农民的树林中 他试图亲吻肖骁 转眼却看见阿贵正在偷他的车 小坚追了上去 两人从公园追到的大街上 结果在一个转弯路口 撞上了一辆小卡车 小坚的同学也赶过来帮忙 对方人多势众 刚刚失而复得的车子 又被小坚抢了回去 阿贵并没有放弃 他悄悄尾随在小坚的身后 并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回到家中 父亲说家里遭的贼 用来给妹妹交学费的钱 不翼而飞 父亲问是不是他偷的 小坚声称自己没有拿 夜晚 趁着四下无人 阿贵找到了被藏起来的自行车 于是第二天 当小坚准备骑车上学时 发现车子不见了 阿贵拿出的自行车 让经理感到不可思议 便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让他留下来继续送快递 阿贵的车失而复得 由于太激动 在秋生的门口撞倒的红琴 当他醒来时 收拾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后 就离开了 没有了单车的小坚 也就没有了自信 没有了面对萧萧的勇气 学校附近来了一位 玩山地自行车的高手 名叫红毛 萧萧被对方的车技震撼 一旁的哥们开玩笑 说车是小坚偷的吧 小坚被惹毛 两人打了起来 事后几个哥们一商量 查到的阿贵所在的快递公司 最终几个哥们把车子抢了回来 还将阿贵打了一顿 有的单车 小坚找到的萧萧 希望他回到自己身边 对方却对他避之不及 满脸失望的他刚刚回到家门口 又遇到了找上门来的阿贵 由于阿贵在车上做了记号 父亲认出来后 便将车子还给了他 而小坚 父亲以偷东西为由打了他 委屈的小坚爆发的 指责父亲不守承诺 考上的植高 父亲答应买车 考到的全校第五名 父亲也答应买车 一晃几年过去的 父亲每次都失约 到这个时候 小坚依旧坚称 车子是自己买的 小坚无尽大财地回到了学校 原来这车子是他从二手市场买来的 很显然 是小偷偷了阿贵的车 卖到了二手市场 而小坚偷了妹妹的学费钱 将这车买了回来 几人决定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们再次赌到了阿贵 但阿贵就是不放手 抱着车轮子不放 他们从早后到晚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 一旁的人出了个主意 由于两人都花了钱 何不一人骑一天 就这样 两人开始换着骑 久来久往 两人不再敌对 甚至还逐落起来 没车的日子 阿贵就骑着 秋生的老师单车送快递 中途掉链子 就跑着去 这天 两人坐在小卖部聊天 秋生中途提到的红琴 原来他是那户人家的保姆 由于经常偷穿主人的衣服 甚至还偷偷地拿出去卖 让主人发现辞退了 秋生感叹 要知道他也是农村的 我就去追他的 那天天上下着雨 阿贵骑着单车 再次找到萧萧 为了红毛成为了他的新男友 红毛走上前来 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 塞在了阿贵的口中 还拍了拍他的脸 意思就是 以后别再缠着萧萧 否则就不客气 小尖的自尊心受了辱 他悄悄跟在两人的后面 在一个小巷子里 用砖头拍晕了红毛 随后 他来到了交车的地方 决定将车子还给阿贵 生成自己以后不再需要的 话还没说完 红毛带着人追了过来 由于阿贵不认识路 一直跟在小尖的身后跑 最终两人被堵在了一个死胡同里 对方误认为阿贵是和他一伙的 于是遭到的毒打 那辆单车 被黑衣男子不停地蹂躏 阿贵一直求饶着说 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 可对方根本不听 最终 他满脸是伤得举起了手中的石头 给了对方后脑勺一下 他扛着损坏的自行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穿梭在没有他立足之地的世界里 17岁的单车 首映于2001年的柏林殿街 因为没有送审 无视龙标许可证 被封建了四年 一辆自行车讲述着两个孩子的青春成长史 对于阿贵而言 是养家糊口融入城市的跳板 而对于小千 则是一个带来自尊 爱情的玩具 青春中的成长 它是痛苦而又美好的 痛苦来源于别人的误解 社会的压力 以及对梦想生活的追求 但一次次群殴 一次次被打 导致阿贵的城市梦破碎 小千的爱情梦惨败 他们才意识到 这就是成长所付出的代价 在那个年代 城乡隔阂 社会板结化 阶层固化 北京城同样经历着一种成长 外来人口增加 导致城市与农村的冲突更为凸显 农村人格格不入 城市底层家庭捉襟见肘 红裙穿着主人的衣服 打扮得光鲜亮丽 极度渴望成为高高在上 别人眼中羡慕的城市人 秋生艰难维持着小卖布 偷窥红琴 也在向往着那种生活 至于萧萧 她象征着美好生活 象征着某种诱惑 到头来 却还是把底层人玩弄得团团转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城市盟 希望能够成为这里的一员 接受平等的对待 遭遇的却是萧萧象征的现实打击 最后带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局促 与不安 凭着心底微弱的渴望 恍恍度日 青春就是这样 对待每个人都是雷霆雨露 而她应该只是一场 必须经历的洗礼仪式 通过洗礼之后 你会发现 并找到心中的答案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